不管是之前小學生經常在下課拿出來炫的蘿蔔刀 或是最近引起軒然大波的辣品糖 這些物品都讓校園裡的老師們如臨大敵 追溯這些東西爆紅的源頭 全部都來自抖音這個社群平台 根據中研院跟陽明交大傳播所的調查 2021年全台有超過4成的小學生都使用抖音 中學生的比例更高達5成5 抖音一響父母白養的集體洗腦亂象 正衝擊著台灣的校園文化 這對台灣的下一代影響到底有多大 或是身為大人的你也正沉迷在短銀的世界呢 大家好這是親子天下YouTube系列親子看天下 我是本集主持人佑寧 如果說爸媽被人生中第一個使用的社群平台是在臉書上種菜 那現在小學生在拿到3C設備以後 第一個使用的社群平台不是臉書也不是IG 有很高的機率是來自中國字節跳動公司創辦的抖音 T-Talk就是抖音的國際版 有國小老師向我們分享 他對自己任教的兩個六年級班級發起了一個調查 兩年內曾經使用抖音的學生就佔了一半 學生向他形容看抖音就像在吃洋芋片 越吃越刷脆會一片片不停的吞下去 平常吃個30分鐘假日吃兩個小時 只要一點開抖音一口氣就會看一兩百部的影片 當孩子打開手機點開抖音 你知道他們都在滑些什麼嗎 今天的影片我們會提到三個重點 第一抖音到底紅什麼 抖音挑戰竟然把孩子的生命都完沒有了 第二抖音用久了竟然會形成抖音腦 這對孩子在學習跟生活上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第三 既然抖音已經防不勝防 家長還能有什麼對策呢 抖音是一個短影音的分享平台 使用者可以在上面創作、瀏覽 或是分享各類音樂、舞蹈、生活的短片 這些短片長度大約落在15到30秒 由於創作的技術門檻很低 平台上已經有超過數百萬支的短影音 深受年輕族群的喜愛 抖音的演算法也不容小覷 就算使用者沒有追蹤任何的帳號 只要他對內容按讚、留言、分享 一旦被平台掌握了他的喜好 使用者就會被瘋狂地餵食類似的內容 經常滑一滑、不知不覺 好幾個小時就被偷走了 為了在幾秒鐘吸引大家的眼球 這幾年抖音上也不斷出現千奇百怪的挑戰 像是各種破壞行為、惡作劇 甚至是可能危害生命的事情 好比是表演吞噬有害的物品 或是用繩索做出危險的動作 甚至是自殘的影像 美國的彭博社就追蹤 曾經有一名國中少女想要減肥 當她在抖音上面查找資料 卻看到推廣驗食、激烈斷食、骨瘦如柴的短影音 這名少女也跟著有樣學樣 自己偷偷執行了斷食的計畫 直到她在學校裡面昏倒 才及時踩下了剎車 大腦在快樂的時候會分泌多巴胺 多巴胺會刺激腦部的前額葉皮質 就會讓人不斷地想要更多的多巴胺 抖音短片多半具有高度的娛樂性 30秒或是1分鐘就放一個梗 當腦中的多巴胺不斷地被分泌 就會讓人一直想要看下去 有專家以抖音腦來形容 短影音對人類長期認知的影響 也就是說 當大腦尚未發育完全的孩童 高雄在短時間內不斷地分泌多巴胺 容易導致無法專注跟思考 這樣的後果就是 注意力跟成績都下降了 高雄勝利國小老師黃慧瑜就油感而發 她觀察 當低年級的孩子長期觀看短影音 將會影響他們的專注力 像是交代的事情記不住 抄寫作業常常會錯漏字或是跳行 孩子沒有辦法即時應對課堂中的問答 甚至她的心思早就已經飄到千里之外 新北市國小老師大坦誠也發現 當孩子喜歡高刺激能快速滿足心靈的影片 自然也會沒有內心看書 影響到作文的表達能力 不管是判斷力還是思考力都變弱了 加油兩個青少年的天下雜誌編輯顧問黃哲斌也說 以前的孩子會為了看NBA跟職棒 從比賽開始就黏在電視機前面 緊盯到比賽最後分出一個勝負 但是現在的孩子卻只坐等賽事重播的片段 早就沒有內心好好的收看一場球賽 我們都當過小孩 當大人越禁止你去做 你就會越想要去嘗試 抖音也掀起了端影音的風潮 其他的社群平台也紛紛推出端影音的系統 例如IG推出reels YouTube推出shorts 即使孩子沒有看抖音 也可能沉浸在其他平台的端影音裡 面對防不勝防的端影音風暴 同為父親的黃哲斌也給了大人們三個建議 第一,以3D活動取代2D的活動 像是郊外踏青、打棒球、長短旅行 逛書店、吹冷氣都是很好的替代方案 如果等到孩子都已經認為 上網吃到飽是天賦人權的時候 你這時候才想要回頭 早就已經太晚 第二,以知識內容平衡娛樂內容 大人可以跟孩子分享一些兼具知識性、趣味性的影片 也可以請他們告訴你青少年圈正當紅的話題 YouTube就是你博學多聞的好朋友 第三,以大螢幕取代小螢幕 同樣都是聲光內容 在全家人時間允許的狀況下 盡量創造大螢幕的情境 一起玩任天堂 一起看串流平台的影片都好 總之不要被綁在小螢幕裡 總結以上三點的處方簽 越早開始服用越好 相對的這也需要父母自願放棄部分的螢幕使用時間 才能共創美好的家庭時光喔 想知道孩子們都在抖音上面看什麼樣的主題 或是想知道抖音還帶來哪些更深遠的影響 我們會把所有的報導內容都放在節目資訊欄 看完這一集我們也很好奇 當你發現孩子在看抖音或是短眼音聽不下來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呢? 是A 跟他一起看、一起跳、一起模仿 還是B 你會問問孩子最近在上面看到哪一些流行的話題 或是C 一律不准看、手機不給網路、熱點也不給你連 或是你有其他想法或是觀察 都可以在留言區底下寫下你的分享跟回饋 最後別忘記幫我們的影片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親子看天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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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